星島深度報道之 舊金山唐口風雲露 由瓊華酒家贊助播出 East Calaveras Follower 1235 號 電話408-262-9288 三藩市洪門的龍頭大佬 蝦仔周國祥 被聯邦調查局的臥底貼身調查 長達五年 並在離開監獄十年後 再次身陷鄰遇 這個案件令沉寂多時的華埠堂口 重新進入主流媒體的視野 一些報章電視紛紛翻出堂口的歷史 再次向觀眾呈現出一個 最惡幻生的所謂華埠地下世界 表面奉平浪靜的華埠 到底穩陷著哪些不可告人的過去呢 今日正大光明開門辦事的各大堂口 背後是否就好像某些英文媒體所說的 藏著那些刀光劍影的故事呢 在一連七集的星島電視唐口特輯裡面 我們將帶大家回顧三藩市唐口的歷史 否則唐口與中國政治的不解之緣 重新揭開一幕幕唐口間風聲血淚的故事 帶你穿越唐口的前世與今生 神秘的唐口到底你是誰 唐口一詞神秘又吸引 在禁容的多部武俠小說裡面也多次引用 講起唐口這個名的來歷 就要追溯到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民間秘密組織 天地會 天地會的成員也叫做鴻門兄弟 天地會的成立稱為開山立堂 天地會堂口相傳是由鄭成功的部長陳永華創立 陳永華後來改名陳近藍 堂內就曾以陳近藍這個名發佈命令 因為是民間的地下組織 鴻門兄弟隱身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中 各地也散佈著分堂 為了躲避滿清政府的持續鎮壓 鴻門發展出獨有的詩詞和手勢以此為暗號 既可以相互識別又可以保持聯繫 而這個富有民間特色的堂誌 亦聯同天地會的暗號一起 一直延然至今 三條大路透長江 二十年來一支莊 明古初開牌八字 鴻家寶物緊收藏 舊金山堂口的歷史 由至公堂開始 因為他是北美洲最早建立的一個華人堂口 十九世紀中期 在中國東南沿海的鴻門兄弟 更北上協助太平天國的太平軍打擊清軍 兵敗之後天地會遭到鎮壓 部分敗軍被賣到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做合約勞工 也就是俗稱的賣豬仔 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做的都是廉價的苦力 包括壞葵金礦 修建鐵路和河堤 至公堂及其骨子裏面的鴻門文化 就隨著華公的腳步 在北美生根發芽 最早的堂口應該是鴻門志公堂 大概是清朝同志年間 或者是1848年開始 合姓堂應該成立1875年 每間都超過100年了 堂口的主體意識都是大家團結 至公堂裡的公字指的就是這種團結的意識 至公堂它是容納了每個階層 它是差不多由普通的草根階層形成的 至公堂是中國鴻門天地會的海外分治 據至公堂裡的傳聞 1948年臨迎大佬就已經在舊金山開山 據美國華人歷史學會的資料介紹 1848年全美國只有525名華人 創立之初鴻門在社會的影響力有限 但隨著移民不斷湧入 來到美國的勞工中 十有八九都是鴻門的成員 它對喬社那些喬包的貢獻都很大 例如那些很多人來的新移民是單身來的 那時候沒有家庭 它就進入了堂口 在裡面有很多的宿舍 租給了會員 自公堂之所以能夠在美洲大陸 迅速壯大並發展 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充當廉價勞動力的美國華人 處處受到歧視和壓迫 比黑奴好不得幾多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 他們要組織起來 而加入自公堂 就成了他們理所當然的選擇 因為你很難出去華佛之外 找工作 真的很難很難 那些大公司 不要說我們公司 你做的那些三行 水喉 油漆 都不會給你華人做的 不會給你的 所以在堂口裡面 和我們在外面去公會 爭取福利 我們逐漸逐漸發展到西人社區 三藩市至公堂的歷史 出現過多位善言 在歷史上刺激風雲 包括和孫中山稱兄道弟的大佬 黃三德 和後來成為自公黨第一任總理的陳廣明 這些人物的照片和字跡 如今都適數掛在自公堂內 時刻提醒後來者 搭著前輩的足跡 繼續提高華人在美洲大陸的地位 堂口曾經掃說著最初的中國移民 團結自保的艱苦歲月 他在美洲不斷發展壯大 衍生出各大堂口 隨著堂口後來在華人社區中的勢力 不斷擴大 又導致了利益的爭奪 曾經團結自保的海誓山盟 拋至老後 換上了一幕幕互相殘殺 有我無利的畫面 下一集 我們將帶你了解充滿爭議的 堂鬥